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4月25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原定于本周五的本地出级建奏活动 应将与天气继续暂停一次 健康生活走起来 农场屠夫的案子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回是温哥华都会区的11位市长联署签名一封公开信 希望联邦司法部取消这个连环杀手的假释 按照加拿大的司法条例规定 到2027年2月22号开始 这个杀害数十名女性的最大恶极的杀人狂 就可以获得假释出狱 重获自由 今年初的一天假释风波就引发被害人家属 社会各界以及温哥华都会区的居民一片谴责担心和愤怒 这个屠夫最终杀害了多少人 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有一种说法是杀了49位女性 就是因为2007年判了她六个二级谋杀 获得终身监禁 其他至少还有20个已经起诉的一级谋杀就不审了 这是什么逻辑呢 被杀女性的冤屈还没有得到伸张 杀人狂魔反而却即将出狱 开车的小伙伴每家一生汽油 就要付给温哥华运输连线一毛八分五的费用 公交车票今年7月份将在上涨2.3个百分点 温哥华都会区的市长们又聚在一起为解决本地交通发展找钱 各个行政区的道路交通就都得由大温的居民掏银子 除了涨票价加汽油税 市长们放眼看看周边 低路平原的居民是不是也可以帮忙上缴点税呢 据央视网报道 北京时间2024年4月25日20时59分 搭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火箭点火发射 约10分钟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目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